好的,我现在首先回应一下有一个人分享 就是说有一个奖辈,这个人是有爱心的 但可能他用的方法很容易用露气的方法 令人觉得难受 我要说一点 其实是这个人觉得事情不好 我就又发露,他就相信这个谎言 他觉得事丰不好,人不好 我就又发露,这个是大部分人 百分之九十多的人都觉得事情不好 就又发露,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是破坏人的生命 其实跟从圣经 不但去相信耶稣爱我,耶稣赦免我 我要真从生活又离开罪 圣经也说到这个处理情绪 这是能够有喜乐的灵是重要的 圣经也说不需要被人影响,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是说圣经每句话我们都应该处理 所以如果我在事物的时候有见到困难 我告诉你,我也经历过困难的 例如我们在讲道的时候都有录影的 录影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情况的 帮助我录影的是我的太太 然后她说,今天我忘记做一点了 今天的录影都没有了 很多人就会这样反应 哇,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这么严重的问题啊 但我自己里面是怎样处理 我就说,如果这样对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就很有压力 她会觉得跟我同工是很不开心的 有烦恼的 所以我就说,不要紧,我有很多的讲道 没有这个,也没有问题 不会死掉的,是不是 就是想,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死了也不要紧,我要去天堂了 有一天,如果有人做了什么错误 然后,例如,这个人开窃 他撞到我,然后我就快要死了 快要死,怎么办呢 快要死,是不是不开心呢 你为什么撞我,我要死了 但,不开心有没有用 不要紧的 耶稣祝福你,我要输你 放心,我去天堂更好,是不是 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发露 我可以处理 但因为这个长辈,他不知道 其实,我去见很多传道员 我都发觉很多传道员都很容易发露 很容易,说话很强硬 很直接,没有想到人的感觉 那,那我是不是不告诉人他的问题呢 不是的,我会告诉人他的问题 那我会这样说的 你觉得你刚才这样说话好不好啊 你觉得你这样说话对人有什么影响 我也会得到我的目的 我想得到的目的,他会反思他说的话的影响 但我不要得到一个后果是他被伤害 好了,这个是讲道 如果我们是想发露的人 我就说处理 所以我就对我的太太说不要紧 不要紧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讲道 可以放在网上 好了,另外的情况是 有人骂我,怎么办呢 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 或者是有人做的不好 他就发露了 怎么样呢 我就需要处理 首先我是重要,我去保贵 很重要一点 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是重要 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 我们每个都是重要的 都是神所爱的儿女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俊正的自私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我们都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他发露可能因为我做错 我做错是不是要发露了 我求神赦免 我也求,请他要输我 我就可以放手 这个是正常的处理方法 不去骂人,不去伤害人 所以我就说 我就做错了 请你要输我 对不起 对不起 但是我如果被他影响 我不开心 也是不好 我就整天都没有力量了 而且可能不但是一天 可能很多天 很长的时间都不开心 这样就影响我的生命 为什么呢 耶稣也不想我们被影响的 你想一想这个例子 在路加福音 耶稣说 对门徒说 撒旦想要 替你们 替你们 是不是替 替 替 替你们 好像替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 叫你们不至于 试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过你的弟兄 然后 彼得说 彼得说 我就去到死 我也不会离奇 你了 但耶稣说 你今天晚上要下次否认我 耶稣没有 有没有这样说 彼得 彼得 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否认我啊 你要否认我 你要 你真的没有用啊 耶稣有没有 令他觉得不舒服 他说 我为你祈求 救你 不至于 失去的信心 你看到耶稣这种 接纳 他用的方法 去帮助彼得 不是用 发露的方法 这个就是 可以用平稳 安静的方法 处理任何 大的事情 但我们明白 这一点的时候 有人这样对我 我就介绍 他是这个情况 如果觉得是可以与他沟通 可以与他沟通 如果觉得这个人很难改变的话 我们就接受他是这样 但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马上处理 尽快的处理 他容易发露 我不需要被影响 我不需要被伤害 认为如果被伤害的话 我就没有力量 我就不能 发挥我的生命 我就浪费我的生命 这样就处理了 我可以靠神 处理 其实这个处理有两范围 一个是稀散的处理 一个是情绪的处理 稀散的处理 就是说 不要紧 我是重要 我是保费 他也是善意 但他不懂得用 有我的方法 我介绍这一点 这个稀散就认同 他不会真的伤害我的 然后 情绪上的处理 是听见神 神是爱我的 我听见神 神很喜悦 他因我喜乐 而欢呼 西方语书三章十七节 他因你 唤醒喜乐 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在欢呼 神欢呼 我也欢呼 哈哈哈哈 我不是要被他影响 我 我说 这个秘诀 我们可以整天都喜乐的 什么方法呢 因为圣经说 我做什么小事 去听众神的 神都喜悦 我坐在一个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他的身上 他很喜悦 所以我做什么好的事情 我都可以喜悦 不代表我骄傲 不是骄傲 我只是说 神喜悦 我也开心 感谢神 这个就是天国的方法 天国的思想的方法 是 我做什么事 尊重神 神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 人有什么不好 我可以用友好的方法处理 不需要发怒 不需要骂人 你发觉耶稣有发怒的 骂这个法利赛人 他们没有悔改 但他没有骂他的门徒 他去用律法 圣经有恩典和律法 有些小神用律法 以上是第一章 是非常强热的律法 你有没有留意读 以赛书第一章 讲到你们从头到尾 都是受伤了 你们是悲逆的百姓 神都不使用 你们祷告 神也不听 非常严重 但后来说什么 你们的罪 像祝蒙 必变成雪白 这个就是恩典 你留意圣经 有很多恩典鼓励我们 就是在旧约圣经 这个以赛书第一章 这么强烈的律法 还有这么强烈的恩典 在后面 你就看到 平衡恩典和律法 是非常重要 是常常 神的恩典鼓励我们 不是律法 律法鼓励是怎么样了 我要尽从神 否则要惩罚我了 神要惩罚我了 有有不好的后果 这些都是真的 但我们最重要的力量 应该从恩典来 也有律法的提醒 我们应该有律法的提醒 犯罪必有破坏性 但不是整天都在律法的提醒之下 不是整天在律法的压力之下 而是整天在喜乐平安 有神的恩典之下 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平安了 也处理所有的垃圾 好了 这个情绪的ABC理论 这个是 这些心理学家的理论 但这个对我们有帮助 我们也可以用的 其实圣经里面也有的 它这个ABC 概念是什么 第一 A就是激发的事情 Activating events 就是有事情 引发我们的路气 我们的情绪 第二 信念 人对这个逆境的信念 影响第三 这个后果 C就是后果 影响这个后果 我用一个例子 两个基督徒快要死了 两个侍奉人快要死了 两个都很努力侍奉神的 有一个说 我病了 很严重了 现在我病了 我快要死了 我快要见到耶稣了 不要紧了 我说病也不要紧 我快要见到耶稣 我很开心了 你们不要为我担心 因为我很快就见到耶稣了 这个因为他相信 神是喜恶他所做的 他都是在神的爱中 所以他快要死了 或者是有严重的病 他还是很平安 因为他相信 神是喜恶他所做的 但另外一个基督徒说 我希望这么多 还是有癌症 这么严重 神不喜恶 神去惩罚我 我去做的不好 或者是神对我不公平 我这么侍奉神 神还是让我有癌症 他这样的话 他就不开心 这是因为他的信念 他如果他相信任何情况 圣经说什么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一处 万事 是不是所有事情 是不是说所有 顺境 是不是顺境 逆境也是这样 是不是 逆境怎样帮助我们 逆境帮助我们抓住神 是不是 我也有逆境 帮助我更抓住神 所以我相信神的恩典 很重要 我对神放心 有逆境不要紧 有困难不要紧 我不会死的 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不开心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整天都说 我在神的恩典中 活在神的恩典中 这个非常重要 我希望你们去 整天活在恩典中 我有一个讲到方法 叫神性情讲到法 都是讲到很多 神的性情 神的恩典 你听我说话 我都是说很多恩典的 常常在神的恩典 就平安 就喜乐 你要不要这样 其实很多人 侍奉也是在律法之下 很多的压力 他们的信念 也很多的律法 这是他们觉得 是神惩罚 其实耶稣已经回答了 这个生来 生来下眼的人 是他的罪 还是他父母的罪 都不是 所以我们有什么 并不要说是谁的罪 这就是说 不要紧 要荣耀神的 所以这个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信念 相信神是最美好 我们跟从神 正从神 神就喜悦 我可以整天开心 神开心 这样的话 我们有什么困难 都可以处理的 好的 那我们怎样处理呢 怎样处理 不灭的情绪 怎样用这个ABC 还有圣经的观念 其实圣经很多观念 都是 都是用思想开始的 例如我刚才说的 这个西奔118篇6节 这里说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去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个信念是什么 这个信念是 耶和华帮助我 我什么都不怕 人不能害我 所以我的情绪 就是不怕 这个就是 我相信 耶和华是掌权的 他去帮助我的 所以我不需要害怕 这个信念 处理这个信念 我们的信念改变 我们整个生命 就会平安 但如果我们里面是 啊 这个世界很苦啊 教会也苦啊 人都是不好啊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 我们整天都辛苦 我是这样想的 人有问题 是他的问题 是他的问题 但我会帮助他 但我不需要吃他的垃圾 很难的话 是充满垃圾的 你喜欢吃垃圾吗 你刚才吃饭的时候 是吃饭还是吃垃圾的吗 你是不是找这个垃圾 我要吃垃圾了 你不会的 但我们在生命中 很多都是吃垃圾的 捡垃圾 把垃圾当宝贝 这是整天反复思想 他对我不好 真不公平啊 神也对我不好 神也没有帮助我啊 整天去这样反思 这样的话就很痛苦 但我说不要紧 有困难的情况 不要紧 有什么麻烦 不要紧 我就去这样告诉老师 不要怕 放心 神给我信心的定义 很简单的 神允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很简单的 神允许他会做 他必定做 我爱神就可以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开心呢 但很多就是 没有抓住神这些允许 他们抓住什么呢 抓住人不好的话 我用这个比喻啊 我的右手代表 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 神对我们好的地方 神有没有对你好啊 有啊 人有没有对你好啊 有啊 我们就常常牺牲这些 然后 人有没有不好啊 有啊 那我们要牺牲什么呢 神的好和人的好 不好的人也有他们好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这个长辈 你欣赏到好的地方 但你明白 他可能 他的欣赏和方法 因为很多人的 长大的方法 就去发露 他是这样 所以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想到他的好处 神也给我侍奉的机会 感谢神 被他骂 不要紧 不会死掉的 我就 我就放手了 马上放手了 我就被他骂完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继续努力就可以了 这样我就放手了 好了 我们 看 下垃圾 第一 留意到有烦恼 丢上地层希望 入气 首先留意到 第二 深信 这必有破坏性 不开心 必有破坏性 烦恼必有破坏性 这个破坏越来越大 然后深信 神必定祝福爱他人 神为爱的人预备去眼睛 为了看见的 预备奇妙的 恩典的 所以我们 你们拍照片 这样拍 我们负面 必有破坏性 我爱神 神必定祝福的 没有人 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破坏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只要我跟忠神 可能就是觉得 他骂我 就破坏我的生命 令我不开心 其实我可以不选择 去这个垃圾 我继续被神祝福 我们 整天都说 顺从神是最好的 跟从神是最好的 西风神是最好的 神必定祝福 我就 放下 所有负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 我相信 跟从神是最好 我就不会 被人的情绪影响 也不会被 自己的情绪影响 神必定祝福的 没有人能够 破坏神的计划 没有人能够 敞夺我们的福气 我告诉你 我有一个宣教机构 我感谢神了 我开了一个宣教机构 我帮助很多地方 帮助很多国家 我去了15个国家 去宣教 我感谢神 给我这个供应 但曾经有人来 特意的要破坏 特意来到我们中间 对有些人 叫他们说 说我一些坏话 叫他们离开 我们的群体 我听了之后 我不去发录 我就去找处理的方法 我就说 他做的 他不能成功的 不要放在心上 但我处理 当我处理的时候 他马上封闭我 他的手机 我想找他的手 他马上封闭我 就看到他的错误 但我不放在心上 我就处理 正面的处理 也放手 不需要被他影响 这个 其实我在人生 都有不同的情况 可以不开心的 但我学了这个方法 神教导我这个方法 我感谢神 我为了亲近神 神就教导我 怎样处理我的情绪 不被人影响 然后第四 求神圣满 和赐动力和能力去处理 我们有法律 求神圣满 我们有说话不好 求神圣满 如果我们得罪人 我们也请他 要恕我 第五 化解负面情绪的来源 我是不是要被人影响 西风有些手做得不够好 是不是要被影响 不需要的 不需要烦恼的 有做错 有些手我们都会做错 我也会做错 但做错了 最好就是悔改 然后以后做更好 不需要烦恼 烦恼就不能做更好 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自动的反应 是不合理的 被人骂了 这个是不合理的骂 我们应该去放手 但很多是被他影响 就不能做自己应该做的 合理的方法是什么呢 不好的东西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我就可以继续有力量做 我应该做的 这个是合理合乎正理的 好了 第五 刚才第六 第六 亲近神有平安喜乐 胜信 神喜悦 自己亲近他 就喜乐了 我亲近神 神很喜悦 他因我喜乐 欢呼 所以我就开心了 我就没有烦恼了 我告诉你 我发觉跳一跳去第八点 处理思想比较容易 处理情绪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曾经有一次 有一个人是有 他有重要的地位的 在教会里面有重要的地位 但他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话 我的里面就很不开心 我就马上处理 我了解到他处理 他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 我就说不要紧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也加美酒 然后我就觉得平安 但我晚上半夜醒过来 小摸 留意我里面好像有 倒戈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是我们处理 细想处理 但情绪还是受了伤害 细想上 我说不需要被他影响 但情绪又受 被受伤害 然后我怎样处理 我就晚上就马上说 神已经见到我 我做的是没有 不是我做错什么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就赞美酒 感谢酒 我就有平安了 第二天晚上 我醒过来 都没有这种感觉 但还是有些小不舒服的感觉 每一天处理 每一天处理 慢慢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就离开 这个就是 处理了 细想之后 需要继续处理情绪 每一天炸美酒 我不需要 因为他而不开心 处理多次之后 慢慢你的情绪 就会平稳安静 我告诉你 我第一个释放的时候 因为有一个同工 他的批评 其实我当时不懂得 怎样处理 有多年 我有不开心 就是后来 我今天设计之后 还是有些时候 会激动 有一些惧怕 不是当我 适风的时候 当我适风的时候 都是很平安 是当我洗碗的时候 因为我洗碗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做 我洗碗就有一些 这个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思想 就会出来 其实我不是想到这个人 这种惧怕就走出来 但我就告诉 自己在里面处理 我就说 所求于管家的 需要他有忠心 这个哥林多前书 四章二节 我是忠心 侍奉神的 神喜悦的 所以我不需要 不开心 我神去喜悦 我会开心的侍奉 我就炸美酒 我每天这样做 后来这个惧怕 多年的惧怕就离开 这个惧怕不是很大 这是些小压力 不舒服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 有些小 你会觉得有些 不舒服的感觉 在里面出现 有的话 你每天处理 其实我是真的爱做 我真的依靠神 我真的真心是奉献 虽然我不去完美 但神也接纳 因为我真的 给人很多 被凉水的 我帮助了很多 我的确是努力 我做得不够好 但不要紧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赞美主 神是约的 神很开心 神开心 我也开心 神在笑 我也笑 这样的话 你开心了 但上一天又再来了 这个负面情绪再来 再处理 再处理 这样的话 慢慢你的负面情绪 可以离开你 好了 然后第七点 这个靠主处理问题 或者是人的问题 继续靠主处理情绪 继续的处理 不停的处理 有一天你的情绪 而且神给我这个秘诀 从早上到晚上 都赞美主 神里真美好 而且当我赞美主的时候 在上去欺骗 四节说 以耶和尔为乐 神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我们以神为乐 祂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 我以神为乐 神就会叫我成家地的高处 我就整天从早上到晚上 感谢主 感谢主 我爱慕神 我也侍奉神 我也做神喜悦的事情 神整天都喜悦 我也可以开心 这个是喜乐的秘诀 有些喜乐 什么时候喜乐呢 事情顺利就喜乐 但我告诉你 事情不是常常顺利的 如果你要等到 事情顺利才喜乐的话 你要等很多天 才有一次喜乐的机会 但我们可以说 我赞美主 神就喜乐 我就开心了 我做什么 正从神的地方 神就喜乐 我就是很简单的 喜乐神 以神为乐 神也喜乐 我就开心了 这个是秘诀 我整天都记得在这个状态 哈利路亚 神很喜乐 哈哈哈哈 我们需要 可以有这个权利喜乐 因为神已经说 祂因我们做任何好的事情都喜乐 所以我也可以喜乐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吃垃圾 你整个生命就会喜乐 但我告诉你 这个需要刻意的处理 继续的处理 刻意的操练 刻意的操练 我用这个比喻 这里有多少人是开窃的 你懂得开窃的 你开窃有两种 就是一种是 激动打 就是激动打 激动打你 怕这个有门 这个却就去了 很简单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人的激动打 是 被人骂他 就马上发露 这个是激动打 很多人做人是激动打 然后这个手动打 手动打不容易 是不是 你开窃用手动打 不容易 手动打是怎么样 他骂我 是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如果我有错 我认错 如果没有错 我还是用摇合的方法 他发露 我还是摇合 对不起 如果我有什么地方 令你不开心 请你摇受 我既然做好了 我可以用摇合的方法 我处理好了 我不需要被他影响 去刻意处理 刻意的 每一天处理 然后我就说 以后他发露 我就准备好 我不要放在心上 我告诉你 我一个尽力 我以前曾经在开始一个教会 因为没有钱的 去完成 是我自己开始的 我在医院 当时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愿望的工作 可以赚钱的 这个愿望的工作 我在医院里面 跟每一个同事都会照顾 每一天都来到 都称呼他们 照顾他们 但有一个人 他是基督徒 但每一天我照顾他的 他都是这样的 我说找碗 他 找碗 他是继续做他的事情的 我的心里面 觉得有些不舒服了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不能停一扫 为什么 好像每一次 都是这么紧张的 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每一次 我说某某 早安 早安 每一次都是这样 我心里不舒服 然后我后来就这样 我在一个走廊 看到他在 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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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在那边 我就心里准备好 他也是会这样的 我准备好 早安 他也是这样 不要紧 转过来 赞美祝 哈利路也不愿 我去做好准备 然后 过后 也马上处理 因为我觉得 神的喜乐 神所吃的喜乐 比一切更重要 更宝贵 是不是 我们的平安喜乐 是更宝贵 比所有东西更宝贵 所以我不要让任何人 透切我的喜乐 不要被人影响 好了 好了 差不多 OK 好了 我现在 讲一些情况 当被人伤害的时候 怎样处理了 你们就说 被人伤害的时候 如果我有错 我就认错 不是自己的错 就告诉自己 是他伤害我 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我越放在心上 越烦恼 越受苦 其实他给我的伤害 可能是 卸少 其实人骂我们 很多时候 不是很严重的 但我们将这个伤害 过大 他就骂我 不合理 我们就将这个伤害 过大很多倍 也过长 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 对我们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就说 不要紧 当有路纪的时候 就告诉我 如果放路 也人就伤害 也伤害我们的失奉 伤害人 给我 对我们的看法 所以我就说 我选择放下我的路纪 不要紧 事情不顺利 不要紧 人做错事情 不要紧 不会死掉的 然后犯罪的时候 我就悔改 求神赦免 神医赦免 我不需要继续内疚 不需要继续 哎呀 我犯错 有些人是这样的 犯错 哎呀 神老 我犯错 哎呀 我不敢祷告 不敢祷告 因为犯错了 这个内疚感很强 这个内疚感 也许对我们的破坏 我们犯了错 不可能的内疚感 是的 我就 事到有错 我求神赦免 但求神赦免 我就放手了 然后当 觉得孤单 有些人是这样的 没有人伤害他 就是觉得孤单 啊 我很可怜啊 没有人要我 没有人爱我 啊 我是孤单的 好像这个孤单的麻痴 这个诗篇里面有讲到 这个孤单的麻痴 啊 但我就说 我是宝贵的 虽然 在这个时候 没有人支持我 但神支持我 我的父母离弃我 要花受理我 不要紧的 神可以给我 朋友 当我关心更多人的时候 我可以有更多朋友 我可以喜乐的 就是我们里面 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 都可以处理 都可以有方法处理的 我可以帮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